苍领时而知礼节,衣食族而知荣辱 苍领,衣食,口腹皮肉之欲,礼节,荣辱,内心建设 从外在的满足感到内心的道德律,之间并无逻辑关系,完全不属于正相关 从管仲到司马迁,再到今天,九族饭保持屠耍流氓的事情多了去了,但人们却认同这句肤浅格言 习近平浑身都是坠肉和财富,但他的内心充满了败坏与堕落 为什么中国人如此愚蠢,竟然想通过外在的形式判断内在的本质 原因在于,中国人从来不思考人性的复杂性,只看表面的光鲜 圣经如此陈述,耶和华却对撒姆尔说 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 因为,耶和华不向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内心是什么,我们的心灵来自哪里,又要到哪里去 中国人没有能力思考 耶利米埃哥,震撼人心,我反复阅读 最大的感受是,我们现在所遭遇的苦难,和我们每个人的幽暗人性正相关 而每个人在历史上,在此时此刻所犯下的罪恶,和我们所遭遇的苦难,是完全对称的 耶利米面对无法承受的苦难,没有过多诅咒和仇恨自己的敌人 而是反复强调,犹太人全然背逆,罗冠满营,上帝因此兴起强大的敌人来践踏犹太人 我把这种认知理解为一种耶利米苦难秩序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理解并接受了耶利米苦难秩序 那么,当我们面临一种挥之不去的苦难 我们的唯一正确的自由选择,就是悔改 首先忏悔,然后改变,而不应该是中国式的怨天尤人 国父论,和,道德情操论,是私密思想的一体两面,共同构建自由秩序 国父论教我们如何处在外在的财富命题 道德情操论教我们如何处理我们的心灵秩序 如果你能真正读懂亚当斯密的思想 你在一瞬间就会看不起中国人的所谓仓领时而知理解的愚蠢格言 让仓领归仓领,让理解归理解 理解在前,仓领在后 一个不具备道德情操的人和国家,是不配获得真正的财富的 即使偶然捡到一桶黄金,也会迅速把家底败光 中国为什么总是出现所谓富不过三代的悲剧 为什么总是隔一段时间就出现几个愚蠢至极的败家子 原因就在于,君王德不配位,德不配财 理解这一点,你才能理解习包子为什么横空出世 多么重要的秩序 国富论的基本问题是看不见的手 道德情操论的基本问题是无偏的旁观者 二者共同指向苏格兰保守主义哲学与基督信仰 读国富论要警惕实用主义 读道德情操论,要避免伪善 斯密的三维分析模型 是市场、道德和上帝意志 以马内力的心灵方式 上帝意志才是市场经济和人类伦理的基础磐石 现在的中国经济学界 都是拿着私密的思想 谋求一种中国式的财富增长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私密的思想本意 是思考人的财富属性和伦理属性 进而发现人类经济行为为什么成为可能 这是以经济学为专业进入的对人的认识命题 如果我们仅仅把私密的思想理解为财富增长的工具 那么我可以肯定 我们目前已经看得见的财富 必然如同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房子 很快就会垮塌 在这个意义上 当我们看见中国当下出现习近平这样的蠢货 经济学家的愚蠢和失职也难辞其咎 当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在单向度思考财富的增长 当习近平迫害上帝话语 这个国家再次跌入赤贫状态 就是应得的报应 这是对所有中国人的惩罚 当下的中国人弥漫着一种土豪式的幸福感 并且演化为某种外在的自信 事实上这种中国式的土豪现象 已经弥漫在全世界的每个角落 人普遍希望赚中国人口袋里的钱 但人们同时普遍看不起甚至歧视中国人 对此 约翰 米尔在差不多150年前曾经挖苦过 另做不满的人类 不做满族的侏罗 另做不满的苏格拉底 不做满族的蠢人 如果蠢人或侏罗有相悖的观点 那是因为他们只看到问题中事关他们自己的那一面 米尔的这句话可以用来分析这种中国式的土豪现象 也就是说 从山西美老板的做派 到满世界疯狂购买奢侈品的中国旅行者 从习近平的大撒币 到中共的穷奢极欲的外交盛宴 这种土豪式的中国人群 在文明人的眼里 肯定就是一群满族的侏罗 所以 必须承认一个事实 中国人永远只能享受钱财带来的当下满族感 却不知人类最宝贵的精神是自由意志与怀疑精神 所以我们自己要警醒 不要把自己培养成一头鼻子上挂着金环的猪 否则无论我们怎样金光闪闪 别人还是会理所当然地把我们看成一头猪 谢谢大家 明天阿姨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按照 请 谢